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说连民进党之前的某些 著名的前立员或者是名嘴 也都在名单之内 甚至是排名前三名 您觉得这种态势 是不是意味着民众党 要走自己的路 也意味着民众党 他自己在玩他自己的所谓 民众党的大联盟 而不是要跟侯友宜来联盟 郭总 邮请您点评 郭总 是 民众党 如果我是柯文哲 那当然作为民众党的党首 他也要为他的党 来争取最大的利益 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一 是透过自己的参选来带动 透过参选 拉高他的得票以后 能够为民众党 获得更多的不分区立委的席位 同时他也要去 在社会上去拉拥一些 有知名度 有一定号召力的人 或者说这个人气高 我们今天讲的网红 这样的人能够为民众党的 拉高他的名气 所以他去找一些 包括网红或者说所谓KOL 娱乐领袖 这也是在我认为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情 也是很正常的 正如郭台铭为了提高自己的曝光率 他可以找一个在娱乐圈 非常有知名度的 这样一位演员出生的 赖佩霞来做他的副手 那么柯文哲当然也可以在 这个舆论界或者在 甚至在娱乐界 我认为这也都很正常 后段说 是我们看到柯文哲 他早就说过他自己是墨绿的 也就是比深绿的还深绿 也就是比赖清德的所谓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还要再更务实 还要更台独一些 那么这样的一个墨绿的人物 如果我们说 真的要把他和侯友宜 这个深男凑在一块的话 您觉得墨绿加深男 这可能性真的存在吗 如果存在 必须要有什么基础呢 郭总编 您说的对 柯文哲本身的 本土的形象是非常深的 他过去的从政 从一个专业人士 到从政的过程中 也更多的让外界 特别是我们在香港 这个外面的人来看 他可能在政治立场的光谱上 可能跟绿营的 更加接近一些 这个是事实 但是他在两岸的问题上 比绿营相对理性 比较清醒 所以他认为两爱一家亲 这个两爱一家亲的这个话 大陆也是接受的 他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他有他的强项 政治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 政治讲的是利益 讲的就是这个大家 能不能够从大家的这种合作也好 对立也好从中能够得到利益 那么现在谈论 胡友宜和柯文哲的合作 那么最大的公约数 就是他们都希望下架民众党 这一点来说 是他们现在合作的最大的一个契机 同时呢 因为柯文哲本身 他也强调 说两爱一家亲的这样一个立场 和这个蓝营的九二共识 一中的原则呢 也有某种契合度 所以他们谈在理念上 也是可能的 胡调说 是我们知道绿营 或者是整个范绿 本来在操作一个特殊的论述 那就是说台湾 是一个多元民族的一个社会 甚至在少数民族委员会 已经变成是有17个原住民 再加上原有的大陆波切来台 整个台湾变成是有20多个民族 那么有一个经济学调查说 如果族群的认同越分裂 每这个百分点的统计 假设是多升高一个 每两个人 只要多有一个人 或者是多有一个百分点 是自认为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族群 这个GDP就会下降1% 现在台湾是在过去20几年 操作了情况越来越如此 也说越来越多人 认为自己的族群 不是那个汉族而是什么什么少数民族 或者是跟哪个族群做一个融合 他甚至把闽南族群跟客家族群 甚至潮汕族群全部都加以分开 那么您认为 柯文哲在这样的光谱以下 他自己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族群问题的 那么会不会从族群的问题角度来说 事实上和国民党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概念 也和孙义仙所主张的五族共和的这个概念 无法融合的情况之下 到时候仍然会有很大的局务呢 后总结束 现在台湾关于所谓族群的问题 已经被或者说早已经被绿营拿来作为一个武器化 然后呢往往一到选举的时候呢 这样一个话题就为偷面 然后就拿危险时代的一些事情拿来说事 然后呢炒作背景等等 制造种族或者是族群的矛盾和撕裂 然后呢从中获利 这对台湾社会来讲是 我觉得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因为最终大家还要过日子 政治或者选举可能就是一天 但是过日子是每天都要过的 经济生活 平时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这才是更重要 这点来说我觉得无论是香港 无论是台湾 对这一点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 政治毕竟是短暂的 而生活过日子 我再说一遍 过日子才是每一个民众最重要的事情 欧教授 是所以他们在操作这个外省族群 包含国民党里面的主流是 黄复兴党部以及整个外省族群 或者战斗兰这些 他们是不遗余力 所以才会接着呢 把蒋介石的所谓中正进党 或者叫蒋庙了 拿来当议题说事 这等于是来提醒大家 蒋庵安是外来的 是外省族群 他是外面进来的 是一个等于是从外面跑进来这里 来弄台湾 或者是说来吸台湾的血的 这个骨血所流下来的后代 等于他们又在操作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您认为这种操作方法 会不会也造成到时候 国民党和民众党要结合的时候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障碍呢 这应该是绿营想要做到的 就是让民众党和国民党的合不成 你们谈不成 一弹起来呢他会可能就通过这种角度 包括族群的角度 历史的角度 来进行这个 来制造某种对抗某种 某种撕裂 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就要看 柯文哲和国民党 包括朱立伦 国民党的人呢 他们要拿出智慧来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在此时此刻 民众党和国民党 能不能够站得更高一点 能够最终以下架民进党 这个最大的公元数 或者最大的目标 然后其他的问题可以放下来 在如果在这个点上 他们能够拿出智慧 能够放下一些心结 那么我觉得合作 不是完全不可能 欧教授 郭总编说的好 要拿出智慧来 偏偏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朱立伦正好最拿不出来的 就是智慧 这恐怕是我们最担忧的问题 感谢郭总编 谢谢郭总编 谢谢 谢谢欧教授